欢迎收看美国资英 2023年7月21号的十四大家谈 我是陈小平 今天在美国资英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 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秦刚私中事件对北京的政治伤害有多大 第二个话题是解放军 美军真的着急找解放军对话吗 李上胡突建基辛格又是为了什么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资英 在有广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 中共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 外交部长秦刚突然消失事件继续发酵 中国政府的最初生病说 和随后对媒体的密集追问的沉默态度 加剧了外界的猜测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出希望早日见到秦刚的消息 BBC在谈到秦刚失踪事件时候指出 王立军因健康原因接受休假式的治疗后 最终引发了震动中国官场的大地震 那么秦刚的失踪事件将对中国官场的影响如何 习近平的亲密助手失踪和当前最年轻的党后国家领导人陷入性丑闻传闻 自吼非让习近平难堪 中国拒绝回答秦刚何时回去上班的追问 如官方版的秦刚声明说又穿帮 这会对中国政府的形象造成何种影响 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 我们的两位嘉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 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 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大家好 中国那方面似乎传出了一些消息 就是说看网友在说 微信群推特赛在传今晚上要看新闻联播 所有重大事情的宣布 大家都以为是秦刚的消息 那么害得我七点认真看了新闻联播 新闻目录啥都没有 这是这个资深媒体人安提先生在他的推特上的一段话 那么这个秦刚的事件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那么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请我们的纪硕明先生来谈一下 您认不认为这个秦刚生病了 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他生病了 那么中国的外长 中国的这个王毅 也告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说他生病了 因此布林肯说我希望能早点见到他 所以说您认为秦刚是不是生病了 中国话讲生病 这种含义是很复杂的 你是物理上的身体生病 也可能是政治上生病 但我想讲的是生病不可怕 世人都会遭遇到 怕的是这不仅仅是个人生病 而是这个组织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秦刚设联这一事件 已经不是对北京有什么伤害 对吧 那个癌事显示 这个组织它本身就是遍体鳞伤了 那秦刚与傅小田之间的暧昧 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知道 最早公开交集 我在网上看照片是 2017年意大利驻华使馆 颁售意大利自新骑士殉葬给傅小田 秦刚部长那个时候 他是以助理部长 李斌司司长出席的 那么我的消息是告诉我 2018年两人就好上了 那么而且因为秦刚无法兑现离婚的承诺 他们因为是相信真爱 那本身秦刚还有承诺 那么2019年他们就闹分手了 那么那个时候搞的傅小田的 他的性格也是蛮刚厉的 甚至要去告 那这个圈内人都知道 而且傅小田也去 他认识的一些官员秘书都去投诉 那么到后来 疫情当中两个人又和好了 那据称秦刚还写了承诺书保证书 那么这个当中我就觉得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高级干部闹出绯闻 没有一点职业要求 那你更不要说理念理想 那这在党内领导干部层当中是个别的吗 对吧 你做了这么一个层级的领导干部 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 那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追求对自己应该是有要求的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他们俩的事情呢 圈内都已经知道 那党内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那个指证 或者说像上一级领导报告 那党内有分量的党员干部 都变成吃瓜群众看任了 那事不关己 那如果早一些有人提出 秦刚他还能越级提拔吗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党内没有监督 没有朝气 或者大家或多或少 都揽上了这样的一种彩色的生活爱好 所以这个组织病才是审害秦刚 审害组织 审害领袖的一个大病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 他还能有战斗力吗 小平 这个纪硕明先生是香港的著名的媒体人 他跟这个傅小田打个交道 那么刚才他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中提到的 他个人提供的这些信息都是我没有听说的 算是非常有爆炸力的一些消息 那么我们的 但是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纪先生 他没有正面的回答我 这个秦刚是不是生病 他重点说的是这个组织生病了 所以我回过头来再来问我们的这个刘教授 从您的来看 您的来看你认为这个中国方面说他生病了 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是的 这个生病大家 多位中国人大家都知道 这个经常是一种借口 无论是你要辞职 或者是说人家来解释你的行为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 都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目前是没办法 这个确认 是不是 当然纪生生说的 他是有情报来源 应该是正确的 不管是正确与否 这个关键就是在于 这个个人来讲 是英雄来难过美人关 他就是没过这个美人关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crisis management 危机处理来讲的话 那现在呢就陷入一个困境 那中共中央也可能说 好 这个就让这个换人 但是一换人的话呢 就代表证实前面的生病是假的 那除非他证明他病得很严重了 否则的话呢 这个就是推翻了自己的话 那如果不换人的话呢 你看我们现在他就是 已经三个多礼拜 如果真的是婚外勤 或者是在党在处理的话呢 或者是说有传闻是说 他根本是泄露了国家的机密 严重性到什么程度 这些来讲 无论如何 在危机处理方面来讲的话 这已经拖了时间是比较长了 所以越往后拖 越对这个中共中央来讲的话 是具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西方媒体啊 连续的去追问这个秦刚的情况 显然对这个秦刚的生病呢 是完全没有相信的 那么这是一个事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我看的这个新加坡国际政策大学 副教授啊 庄家颖表示 说这位高级官员的传言 在中国互联网上被讨论 完全没有遭到封杀 是非啊 非常不寻常的 那么如果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在生病期间网络上充斥着 对他的这种啊 这个男女关系的这种绯闻 而当局啊 管得如此严格的网络 又不去把它抹掉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另外一个呢 还有这个西方的媒体 这个呢 西方的媒体是指什么呢 是金融时报的记者 在记者会上追问啊 外交部的发言人毛林 他说泰晤四报说秦刚消失 与绯闻调查有关系 你怎么看 那么毛林说呢 啊 你我不了解你说的这个情况 等于外交部也在放任这样一种 这个传言的满世界去 去啊去去流传 所以说这些现象呢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啊 有没有注意到 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纪先生 你怎么看这样一些啊 北京犯人这种啊 这个对秦刚不利的消息的这个流传呢 这个完全就是政治上的浪子弹飞 再飞一会儿 那个你就像这个 原来张高丽 跟张帅那个事情 那基本上这个党中央是下令 秒杀秒封杀的 那个没多久 网上那些这个传言都被这个 这个屏蔽被被整了 那么这一次一个复国节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官员 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从逻辑上 从现象上我们来分析 那么基本上这些事情 是有那么北京呢 一直没下决心到底怎么处理 对吧 如果他已经下了决心要处理了 他自损可能也会做一些封杀 那他可能没有最后或者说最高层 没有做出一个定论 那么所以呢 大家都让子弹飞还 就包括你刚才讲的 在这个记者会上 在这个美国媒体 在这个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都提出了这些问题 他们如果说 他是生病的话 可以继续讲 他生病的故事 然后他们都回避了 那么这个就说明 这个有难言之隐 难言之隐 那就不是一个真生病 小平 那么这个生病说 这个一说到这个生病说 人们就想起就是说 这个当年这个王立军 出了事情之后 中国当局说 他是接受休假式的这个治疗 所以说这个 那次后面事情 被证明这个王立军 休假式治疗后来穿班了 那么北京这次说 秦刚生病说 那么最后呢 如果穿班的话 对北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刘教授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是的 这个我个人的浅见 是认为这两个立正 好像不能够相提并论 因为呢 王立军的时代 正是中国要换届 领导人要换届的时候 所以说王立军设计是 薄熙来跟习近平两个权力的斗争啊 谁会是中国下一届的领导人 那这个情形就大了 所以说后来当然大家衍生出来 最后是这个薄熙来下台嘛 就是因为王立军而下台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情况已经二十大 已经开过了嘛 一切都是几乎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只能解释的是 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他的中共共产党里面 仍然是会有派系的这个斗争 还有呢 这个秦刚个人 他的一些朋友的人际的关系 做得好不好啊 还有呢 他是因为连提了两级 就特别提出来的年轻的人嘛 那当然对这个 他的前辈来讲 当然也看着不高兴嘛 当然希望他能够下 他自己能够上来 所以这情况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属于 不是那么严重的 像王立军那个情况 王立军情况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基本上不管是秦刚在与不在 或者秦刚下台 换了一个新的这个外交部长 这个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讲 基本影响是有限的 只是说在阴命局上 形象上面来讲 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冲击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呢 涉及到就是说 当秦刚生病失踪之后呢 因为BBC有一篇文章 把这个王立军的事件提出来了 他说这个事件引发了 中国的这个官场的大地震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这个事件的政治影响力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 昨天这个路透社已经发表了一篇报道 说他们的三个立民消息来源 都说呢 这个外交部长要换人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没有大地震 是不是有小地震呢 我想听听纪硕明先生的意见 那这个我是觉得 像这个怎么来理解地震 一个是地震 它所涉及的范围 可能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落网 第二个这个地震的震撼性 那么从地震的震撼性来说 我觉得这个地震 应该已经是不小了 那毕竟是一个县论的复国节官员 那以前都是这个下了台 已经换届出来那些 那而且又外交部 又是这么敏感的一个重要部门 加上他上台没多久 几个月如此短命 那么秦康 我觉得从他的一个背景来看 那么应该在党内 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所以他和历史上的大地震来比较 那你看像林彪事件 周永康贪腐等等 他算不上什么大的 我估计就他来说 没有这种盘根错节 也不可能涉及到更多 对吧 但是这个案件还在发酵当中 在查证当中 会不会有更多人习助调查 现在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傅小田 他的能量不可低估 你想 他和秦刚闹翻前几年 扬言是要写信给中纪委投诉 这就不简单 那因为有人告诉我 他还有更大的靠山 那不知道 这个是随便说说的 还是真有其事 其实我觉得目前共产党的 党内政治生活是非常不正常 那所以我是觉得未来 有人出逃这样的事情 可能也不出奇 那历史上发生过 那现在的政治状况 那个未来难免不会 那个不发生 那我认为这样的难堪 关键的问题还是体制上的 那从上到下 权力没有制衡 你想反贪腐反了这么长时间 还在不断地出现 那个小地震 大地震 那到了一地级别的领导干部 就没有人管 也很难管 那自己也没有做官的理念 理想 出什么事情 我觉得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秦刚这个事情 不算大 可能还会有更大的 小平 这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谢峰 这个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在阿斯盆的 这个安全论坛上 当一位主持人问他 基辛格在北京 会不会见秦刚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这几天媒体非常关注 就是Let's wait and see 我们刚才纪先生 对这个秦刚事件 会不会引发大地震 实际上 纪先生的态度也是 Let's wait and see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 他认为 这个最终的效果 还没有展现出来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们再往下来 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 当这个秦刚的 这个失踪事件发生之后 NBC新闻就说 就是此类知名人士的 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 在中国并不罕见 那么这个秦刚失踪之后 人们列出了 好几个官员失踪的例子 我前面已经提过 王立军失踪的例子 当局给他编的一个理由 说他是休假式的治疗去了 那么前公安部的副部长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也突然就失踪了 后来他的太太满世界找人 找了半年 最后这个人判了十几年 所以中国官场 这种凶险的故事 不断地传出来 所以刘教授 你怎么看中国官场的 这种凶险 连秦刚这个 不国际的领导人 说不见就不见了 这个基本上 这个政治来讲 是有的时候 不论在 尤其是在共产的政治来讲 通常是斗争 是在水面下 我们在外面是看不见 除非是已经真正到了 最后的决裂 或者是全面对抗的时候 所以的话呢 像这种情形来讲的话 确实这种power struggle 党内的权力的斗争 这包括了个人 还有派系 还有各种方面的因素 夹在里面 这个来讲的话呢 对这个政党来讲的话呢 从某种角度来讲 也许是正面 也许是负面 假如是正面的话 假如像秦刚这样子的 领导级的干部 如果他这个 被大家认为 他的做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为什么 让这个子弹飞啊 就是在看舆论 到底是怎么样的走向 如果舆论是走向 是也无所谓啊 这个毛主席说 这个女人反正就是 一杯水嘛 所以如果他这样子看的话 那他有可能留下来 那当然也涉及了 多少人支持他 还是不支持他 还有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那个共产党内部 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他现在 而且非常对立的 所以说他现在在 在在等这个最后的结果出来 看看舆论情况如何 无论如何 就是基本上政治 就是不断的斗争的 只是说斗争的下场 是怎么样的 当然毛泽东时代 最惨的斗争的 后来都是下场 都没有好的结果的 那自从邓小平上台 以后的这个领导来讲 至少没有斗争到那么严重 但是呢 不可避免的 违政就是在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中生存 你必须要做到 自己能够保住自己的命 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 我想说 这个共产党的斗争 它是一个非常常态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很少有人就是斗争 就是把他斗死 这个是一个 算是比较正面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秦刚啊 这个升迁之路 刚才季先生呢 已经谈到秦刚的升迁啊 因为升迁的太快啊 最后出了问题 那么18年的时候呢 他升任外交部的副部长啊 2021年的时候呢 7月到美国啊 当大使 22年啊 12月呢 就变成了这个外交部长 然后呢 三个月以后呢 成为最年轻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副部级国务国务员 那么 刚才这个 季先生一再提 他上升速度很快 那么现在大家都 知道他的上升啊 是习近平一手 敌发起来的 那么这个 我在这个帖子上 把我的这个秦刚的这个 上升的这个 这些信息贴出来之后呢 我说他是国王的人马 那么就有人下面跟我讨论 其中王丹博士呢 他说他的数个信息源啊 告诉他 说他不仅是国王的人 而且是习家的人 就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或者他的家族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我就想问 请我们的金先生 就是说习近平啊 把这个秦刚 视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这是BBC的报道啊 说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如果他出了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对习近平啊 的政治上的这个影响 究竟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 嗯 那个这个影响 肯定不会是正面的 那然后我看了这个 BBC的这个文章 他在标题上 这个是 不仅标题上用的 不是得力助手 是用的叫轻蔑助手 轻蔑助手 哦 轻蔑助手 对 它是去年 去年做的报道 所以现在看来 BBC用词 现在看来很到位 那马上让我想到 文革当中的 轻蔑 占有 对吧 虽然无法类比 但是从历史来看啊 是否真的有很多 相像之处呢 对吧 你对秦刚的破格这个提拔 或许就是习总书记 在选接班人呢 那这不就和当年 毛泽东的难堪 有一比吗 那亲密助手 完全可能成为亲密战友了 那么但是 现在也正因为如此 让秦刚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你刚才小平你讲到 在外交部当中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几任几个副部长 在那个 他的这个副部级的 这个外交部的副部级的 领导当中 比秦刚能干 智力深的多了去了 那为什么就让你破格 挨上呢 再加上你秦刚本身 没有那么吉身自好 大家都看 都等着看 好戏 一旦司机成熟 那些战狼就蜂拥而上了 那这个会让你这个 最高领导层也被打个措手不及 因为原来他所有的信息 大家都是吃官群众 明明知道都不说 你如果在提拔考核的时候 就有人反应 那现在不至于 令总书记那么难堪 那现在看来 那不是BBC觉得 这个习近平难堪 而是他手下的那一批外交看系的官员 就是不服气 容不得这样的提拔 要让这个总书记难堪 那么这个当然也反映出一种 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那你一个人说了算 那还不是按照原来党内的一套 选拔干部的一个机制和 和那个那个 一套考核的标准去做 那必然结果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领导干部都很危险 那可能就是有占比不少的人 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只是没暴露而已 小平 这个季先生 你是这个新闻您通人士 那么我有个问题 我不解 我们相信很多观众也不解 就是说共产党这个高级干部 这个都是人嘛 几乎每一个腐败干部 都有这个跟女人的这个腐败的这个绯闻 或者被证实或者被传闻 那么这个秦刚呢 刚才你前面一刚开始就谈到 他跟傅小田的这个关系问题 那么仅仅因为这个关系 那么外交部有一些人对他不服 就是把他搞下去的理由吗 这集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比男女关系 还要重要的原因 最终导致他被病假了呢 我是觉得外面传的什么间谍案啊 什么我因为我觉得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证据 而且逻辑性也不是很强 那这个再说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 秦刚就已经被拿下 我觉得他最多现在是习助调查 那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协助调查的结果 那个90%以上是进去以后出不来的 那个只要上面有一声令下 要调查你 那么下面执行的人 那个做的再过火也没人管的 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而且呢 这个领导干部 我觉得现在的领导干部和以前我们想象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 这个我们知道共产党执政是靠什么 靠理念 不是像西方国家 他是靠民族选举选上来的 他是靠理念 这个唤起民众 把那个这个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他开始执政 那么他的执政基础是他的理念 他的为人民 为老百姓 谋利益 谋幸福的这个理念来执政的 那么这个老百姓是不是拿到幸福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老百姓都知道你是为我的 所以我允许你执政 对吧 但是现在的领导干部 谁还有这样的理念 对吧 按照道理说 像这个秦刚长得这么帅 对吧 又是有这么那个能干 你有一些那个招风乐谍 也是人质常情 但是问题 他的地位不一样 那他的地位 他的地位决定了 你做人的一个 准职 你的职业准职 那么这个福晓天 虽然很多人说他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很烂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草民 对吧 是一个草民 那么你秦刚就不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个组织 这个党走到今天 真的是一个悲剧 我想马克思都情 那个情何以堪 在这个九泉之下 今天纪先生在我们的节目里 透露了一些 这个就是 事实性的一些新闻 包括前面 秦刚跟这个傅晓天的关系 以及最后你说他协助调查 这个协助调查 这个是你也是你个人的信息来源 或者你有某个官方的来源 或者一个权威的来源吗 嗯 我现在没有 因为我是按照我的 这个对现在那些干部审查的一个程序 对吧 我觉得在逻辑上 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否则的话 那个 所以他现在没有定论 有定论他就宣布了 对吧 如果说生病 生病其实应该是个定论 但是这个除了王毅最后讲完以后 其他的这个外交官员 在公开场合都不敢再重新讲定论 那我就觉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 在讲生病这件事 那么就是应该从有问题上去考虑 而且像这种拖的时间越长 他再付出的可能性就越短 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好我们继续来啊 关注这个事件的这个政治影响力 和杀伤力的问题 那么这个华盛顿的史丁森中心的 项目主任孙韵 他也是我们美国之音的 这个嘉宾啊 他说秦刚失踪啊 确实给北京决策的一致性 稳定性和可信度 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和混乱啊 如果一名副国际领导人 在没有太多解释的情况下就消失 人们就会发现很难信任和依赖 任何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及其立场 所以我想请问刘教授 秦刚事件 是不是中国在外交领域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件 嗯 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我刚刚在接受访问之前 还看了一下中国外交部的网页 仍然还是秦刚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应该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当然是也可能是我们晓得秦刚今天有这样子快的上升 当然是因为习近平这贵人的相助 啊 那现在到了这个情况 已经拖了三个多礼拜 为什么没有出来呢 那也可能是涉及了这个国家安全 他到底有没有泄密 他泄密的程度到什么样严重的程度 啊 这个也可能是在调查之中 但是只要他的这个照片没有拿下来 就不排除他有可能再回到位置上 回到位置上 那当然就讲说他是生病啊 或者什么理由啊 那当然我刚刚这个机械人讲的也都对 确实是一个领导人呢 应该是要完美无缺的 啊 如果你出现这些问题的话 在道德上 对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来讲 当然是造成一个负面冲击 但是呢 是不是灾难性 当然还要看最后的抉择 到底他是不是还继续做外长呢 还是说换了人 那换了人呢 那换了人呢 当然就是代表了这个 党中央重视这种 这个婚外情或者 那当然如果是他留下来 继续说他生病到尾的话 然后他还回来的话 那就证明了这个党中央大概应该是他的这个接班人还没有找到啊 或者是说他真的有一种 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能力啊 或者不管怎么样 或者是一个政治的妥协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既然拖了这么久 半天没有出来 结果人也没有把相拿下来 那证明这个情形还在纠结之中 还在调查之中啊 所以我个人的浅见是觉得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这个是跟季先生一样的看法 所以说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 这个我们刘教授认为还应该再观察观察啊 那么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反弹呢 我就到这个阶段了 那么我们看我们网友的留言啊 我们的网友啊 这个蓝花花写了一大段 那么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啊 他说这个处于这个事情呢 一尊很为难啊 这个这是他 我觉得有必要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那么赵子文呢 他说呢 政治伤害有多大 北京有政治信用可言吗 嗯 那么这个Doc啊 Doc Cry Z Z3啊 他说既然怕谣言满天飞 为何不公布事实真相 小道消息不准确 那官方为何封锁消息啊 这是我们这个啊 几位油管网友的啊 意见看法啊 另外一位呢 就是叫新商啊 失职啊 在中国一个副国际领导干部突然消失 民众连资金全都没有 说明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那么最后一个呢 叫奥 奥威勒 奥威勒啊 当然这个孩子的这个最后 他要到18岁 因为小评你应该最清楚 18岁才能选自己的这个 才有自己的选择 而且到底入哪个国籍 那么但是如果作为美国公民的话 这个孩子会不会也会出 因为这个孩子有外交事件呢 我也这么乱想的吧 因为美国这个 他既然是美国公民 美国对这个政府 对这个孩子 要提出给予这个外交关注 这个领事保护 这个可能都会 会不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个就让问题更加复杂了 小评 这个前面 我记得今天前面讲这个 傅小田啊 到处告状啊 这个有这个 很多关系 那么我记得我看这个 这个 这个邓文涛的 强强三人席 里面跟这个傅小田的一段对话 就讲他有通天的 通天的这个关系 这个正好能够 帮我想起来这个事 那么也许通天的关系 能帮助他一下 也许希望他孩子平安啊 他现在是一个孩子 我们看到了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台湾政治大学 前外交系主任 刘德海教授 和香港资深媒体人 纪索明先生 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两位嘉宾呢 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今天 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美军真的着急 跟解放军对话吗 李尚福突见基辛格呢 又是为了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月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04年2月28日 39岁的音乐人段兴君 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 敖伯就唱了一首歌 叫独立吧 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 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多 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 他就唱这首歌 然后我说了一句 独立是需要勇气的 我天生啊 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 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 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 就不会有事了 不计后果的段兴君发现 这次的后果 已远超他的想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 宇洋电话 我是吴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美国之音 7月21号的十四大家谈 我是陈小平 在美国之音 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通过美国之音 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 与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 在北京拒绝美中两国防长会晤 美国批评中国不愿意进行军事沟通的当口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近日高调会见了突返北京的美国之声外交官 亨利基辛格 此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访问五教大楼 与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 举行了一次罕见的会谈 美军召集跟解放军对话的真相是什么 解放军在不断拒绝跟美军对话的同时 为何其他动作连续不断 基辛格北岁高龄突返北京是否扮演了 美中双方默认的秘密使命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讨论 下面这几个问题 两位嘉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系主任 刘德海教授和香港资深媒体人 继续明先生 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 请问我们的刘德海教授 那么这个基辛格突然出现在北京 但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那么有人说他又去中国做生意了 但是呢 这个也许他有比做生意更复杂的一个使命 例如说秘密的外交使命 所以您看的基辛格这一次去呢 是为了去做生意呢 让习近平给他过过生日呢 还是有更复杂的外交使命 我们都知道这个Herry Kissinger 他是促成的70年代美中关系的解冻的关键人物 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四月的时候呢 叶伦财政部长 在接下来这个Solivan 他的国安的顾问 两篇的演讲 其实就是在讲 在批判前面的千年代的做法是错误的 导致了现在的出现了这么多的病态 那他们就是要纠正这些病态 也就是说这个从基辛格个人的观点来讲 他有一个使命感 因为是他促成了当年的美中关系的友好 而现在呢美中关系已经对抗到了 几乎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断的升高了 所以他有这种使命感 那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呢他毕竟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的元老大佬 没有人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他跟这个拜登总统呢肯定是会有些联系 而且他在中国的时候也提到了 他回去之后会去见这个拜登总统 所以在这个时刻来到了北京呢 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当然是在 希望能够见到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那至于在中国方面来讲的话 也非常清楚的 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报导特别强调的是 希望美国呢能够 美国能够重视这个Henry Kissinger的外交的智慧 要重视这个Richard Nixon的这个政治的勇气 其实呢就是在传讯息给这个拜登政府 说他不要只注重短期的利益 应该是重视长期的利益 不是只重视安全的利益 而应该要注重美中的经贸的交集的利益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当然是不是能够对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那这个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为呢美国整个的环境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抗中甚至仇中的气氛 是相当的高的 而且呢美国即将进行这个总统选举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不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让人家感觉到他对中国是软弱的 我看到美国之音有一个报导 那么这个问题上 我就给我们的记者明先生 那么根据这个报导 听听记者明先生的看法 就是哈德逊研究所呢 亚太安全研究族人帕塔里克克克罗林 在《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里呢 他说呢 两国反展的交流十分重要 协助国防部长 一来拉特纳上周呢 助理国防部长一来拉特纳 上周向谢峰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并希望基辛格博士能够说服 中国领导人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 与美国国防官员进行直接的对话 那么我们知道 谢峰在这个最近呢 到美国国防部去 这次行动也是 新闻界比较关注的 跟这个助理国防部长呢 有一次见面 那么会不会 谢峰这一次见面 和西辛格的这一次领导有关系呢 那么如果有关系的话 那么这个使命 是不是美中两国秘密安排的一次行动 基硕明先生 我觉得你刚才分析的这些环境证据啊 这种从逻辑上来分析 它就是为了军方能够交流而去的 那么我们想 基辛格这么大岁数了 要坐十几个小小时的飞机到北京来 那么那个北京也给了它一个极高规格的一个基带 按照道理说 只是为了见见老朋友或者说聊些比较普通的事情 那通过网络也可以聊 那为什么劳斯动众要这个这么老远的飞到北京 那就说明有些事情必须是见面说 那它不仅仅是老朋友的这种互动 还有钓鱼台国宾馆 这是基辛格第一次陪尼克松来住的地方 那么这个从现实和历史上都包含着生意 那个生生的一种意义 从中方角度来说 那个中美的这个第一次握手 是基辛格和他的老板一起挫成的 那么现在又遇到问题 也希望基辛格那个能够再次那个聚中来做这些工作 我相信双方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 那么尤其是那个现在中美开始一种恢复的一种交流 你像国务卿这个财长包括气候大使都来了中国了 那现在唯独就是军方没有交流 军方没有交流 现在最大的问题 从北京来说感情上接受不了 为什么 我的国防部长被你制裁 我是个被制裁的人 我要向你这个制裁人去握手 这可能是这个中方不愿意做的 那么这个当中这个解套该怎么解这是一个问题 小平 嗯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刚才季说明先生啊 谈到了就是说这个解套的问题啊 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刘教授 就是说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呢 似乎是美国方面啊 一直追着解放军对话啊 尤其是美军跟解放军的对话 但是呢 美军在这个制裁的问题上 这个解套的问题上呢 就是不松口 而且明确告诉北京啊 解除对李尚夫的制裁没门啊 那么从这个看来呢 美军究竟是想对话 还是美军想对话 但是他也 内心呢 也并不十分着急 可以这么理解吗 呃 第一个我们晓得这个外交谈判的话呢 啊 通常是要有一些这个互动 那这互动的过程中呢 呃 都有他的一定的这个这个做法 还有我们还要必须知道的 这美中两个都是强国 而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文化的特征 啊 所以的话 在上美国这方面来讲 因为美国方面来讲 基本上有的这个不能理解 或者是不这个不方这个 认为可能造成误解 美国尤其在危机处理上 美国非常强调的就是要沟通 啊 像前一段时间一直讲 曝兰的问题嘛 所以美国基本上认为在 处理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 就是要沟通 然后呢 才会减少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那就中国来讲的话呢 那中国方面来讲的话呢 啊 中国方面通常在谈判 尤其是中共的过程中来讲 除非中共认为自己的力量 比不过对方的时候 或者他觉得要让步的时候 他才会上去谈 啊 那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 刚刚季先生已经讲到 确实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 啊 对国防部长的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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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制裁是感到不满 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没有 这个 这样子 你一边又制裁我 一边又跟我对话 这个 这个两个不太对吧 啊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是涉及了面子的问题 啊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所以中国现在策略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谢峰既然去了五角大厦 证明了中国其实也是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 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 这个危机 希望能够降低 但是美国又不愿意 解除 对这个 这个 这个李尚福的制裁 所以现在就卡在这个部分 啊 那美方嘛 不愿意让步 那中国方面你要让步 我才才能够跟你对 让他给你对话 你既然制裁他 那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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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要跟他讲话 那要跟他对话 这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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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分上或各方面来讲讲不通嘛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应该是双方啊都想要化解这个危机 只是说呢 目前来讲还是属于一个这个沟通的阶段啊 找不到一个双方能够找出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目前是没有的 那这个Henry Kissinger来讲 他就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但他是不是能用他的智慧 让这个美中能够化解这个可能的这个军事的冲突的危机 啊说到这个化解呢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有心意的一个词啊 因为前面我提到就是这股里国防部长伊赖卡拉特纳啊 啊跟谢峰在一起讨论这个基辛格去中国的事情的之后呢 他你们提到了啊 说服中国领导人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法 那么这个刘教授 你认为啊在保留对这个啊制裁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够有一种创造性的方法出来 让这个两军能够对话啊 这也是基辛格这一次去中国的这个某种啊 意义上的一个使命 我听到了一种观点啊 这个观点是什么 是中国的这个啊 不是中国的解放军大校 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周博表示的观点啊 他说呢 基辛格来了以后呢 也许可以转到一些信息 但我认为这次会议对改善关系没有多大用处 中国已经明确的表明了立场 无论是通过国防部还是外交部 中国对于解除对李部长的制裁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啊 啊 那么这个周博呢 不相信华盛顿会取消制裁 但美国没有其他出路 我不知道他打算做什么 所以说美国现在用了一个创造性的方式 您认为这个创造性的方式是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把这个锅推到中国那边去 那中国已经表明了我就是不 我就是不要你非要把他解除制裁 我才要跟你对话 那现在其实就是还是无解 那除非这个基辛吉能够真的能够说服了中方 但中方明显的目前的立场是不会这样子做改变的 那双方都不让也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嘛 那当然所幸是目前他们在外交啊跟这个经贸啊 还有气候变迁这三个管道来讲 已经开始有一些在动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正面的方向 但是呢 这个国防这个部分军事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在短期内不太容易解决 除非是像这个俄乌战争啊 有什么这个方面美中可以合作 啊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出来 那么这个刘教授啊 对这个近期的这个啊 创造性的这个解决方案好像不那么乐观啊 那么我们来问季先生啊 这个因为这个 美国这方面是坚决不松动对李尚福的制裁 北京又要求 但现在呢北京愿意接 带基辛格去反唐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 再加上最近谢峰去国防部去见这个美国国 国防部的这个高级官员 那么 是不是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 就是北京啊 前一段呢 是假装不想对话 实际上北京内心也想对话 就在面子现在放不下去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个对 邀请基辛格去北京呢 显示了北京的某种啊 用一些专家的话 叫北京的焦灼的心态 这种分析 季先生你认为有道理吗 我也赞同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呢 我觉得北京是愿意谈话 愿意谈的 但是我们一直知道 这个中共执政啊 是一个最要面子的一个执政方式 尤其在国际社会 它可以给你钱 但你必须要给它面子 很多时候它会用经济来解决 但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啊 国内就是相反的 所以尤其是在现在内外交困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北京呢也不愿意与美国直接交恶 他想对话 那但是你还是制裁我 把我看作为是蝶人来这个消灭 当然感情上他受不了 所以这个需要 就像刘教授说 需要谋合和时间 那么中方让基辛格来传话 首先是见了李尚富 那么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从这个美方来看啊 我是觉得美国呢 这个他的这个方针啊 是既定的 就是制裁这个中国 从科技的对台经受 对领导人的制裁 是配合美国 遏制中国的一个既定方针 要敢是很难的 有一点我是觉得 美国为什么想见 他是不想这么快和中国走到 冰人相见的地步 不愿意和中国直接发生冲突 哪怕是意外或者误判引发的冲突 美国都不愿意这个做这样的一种 那个承受 那么我相信美国一直以来的谋虑 他现在还要继续用下去 那比如说这个前苏联 这个在冷战过程当中被解体 美国几乎就是不费一枪一弹 对吧 这个就是美国的两手 那你自己去 成兄邓足自己去消耗 那么他一方面 美国可以跟你接触 跟你谈判 避免正面冲突 另一方面继续制裁你 这样美国就在没有大的伤害下 能够达到美国的这个制裁目的 那么如果我觉得 如果中国要做的话 在目前这个形势下 既要自己不生面子 又要能够达到自己所要的 他应该也是以自己的两手 来对美国的两手 我可以跟你接触 我也可以反制裁你 比如说你制裁了我的国防部长 我也找个理由制裁你的国防部长 然后我们提出来 我们来进行交流进行谈 因为中国也制裁过 制裁很多议员什么也制裁过 他随便找个理由 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撤销 制裁我国防部长的这么一个举措 我制裁你国防部长 然后要求我们找第三方的一个地方 两军对话 对话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双方撤销制裁 这不是就解决了吗 对吧 我这是乱想 这刘教授是政治学院 可能更有智慧 小平谢谢 这个真是有这个观点 今天这个观点真的有创造性 因为这个我不撤销李向福的制裁 那么下次呢 如果美国给台湾卖武器 然后就趁机制裁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样你也制裁了 这两个都受制裁的人 一块做的话一块谈判 就不用谈这个撤销制裁了 那不就对话对成了吗 所以说这个刘教授 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案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国际谈判难 经常见到的状况 就是双方僵持不下 那就是大家各退一步 这个确实是如果他们两边想要这样子走的话 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难会出现两边各退一步的情况 就是因为美国就在2024年就要总统大选 那在这个抗中现在是共和民主两党共同都是一致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拜登政府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让步的话 立刻会被共和党攻击说他对中国软弱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认为是很难有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的 可能还是要等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 甚至要等到下一个总统上来 才可能又会改变 因为整个美国的大的气氛 已经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回转 或者是说做让步 同样中国是崛起的大国 现在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中国怎么软下来了 这个大家也不会愿意见到这样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仍然是要等到2024年大选 新的总统上来的 才有可能会再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 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众生四角专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李又谭 以美论若占上风 台湾终将亡于中共 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收听 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 我是陈小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周末愉快